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我是Jay Heed 这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OpenTunes的另外一个版本 就现在大家看到桌面的这个 紫色图标的这一个 叫做Moevna Edition 那么这个版本跟之前的 绿色的那个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好 我们点开软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具栏 这里多了一个叫做 assistant tool的工具 它主要是用来 绘制场景透视啊 直线啊 还有一些规则的图形 那么跟 这个图形工具有什么区别呢 它主要是零模型更大一点 我现在用图形工具 画 画圆 椭圆 我们来画 它是直接一拖就成型 那么这个工具就不一样 它那个自由度会相对高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工具是如何使用的 因为这个工具比较新 所以没有翻译 我给大家先翻译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工具 我们会发现 然后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 assistant type 也就是说 辅助的类型 我们再点 我们可以点击下拉菜单 会出现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 ellipse 就是椭圆 然后第二个是 line 线 然后第三个是 vanishing point 就是消失点的意思 好 那我们下面来使用一下这个工具 那么首先我们先得创建一个图层 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点击新建成级 在类型这个选线这里 我们点击 选择assistant level 点击确定 我们就可以使用辅助工具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Ellipse Ellipse 我们一拖 它就是一个语言 那我们可以 选择一下 画笔工具 我现在画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得 新建一个图层 点击新建 那我们现在画 也就是说 大家看 现在自由度 稍微比之前的高很多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 那怎么使用 我们回来这里 再点击一下这个 辅助 工具 选择第二个线 我们点一下 这里就出现了一根线 然后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好 出现一根线 然后回到了上面的图层 点一下 我们现在再画 哎 它就按着线走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消失点 点回去 消失点 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点一下 我现在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点 两边各有两个点 好 我们来看 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画透视的 比如这样子 中间这个点就代表是消失点 好 我们回到 然后我们换为笔 我们回到上面的图层 我们点一下看 它会集中一点 那我们熟悉了这一些操作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画一下一点透视 先清除掉所有的图层 好 我们重新来过 这一层里我们新建一个层级 点击选择 A System Level 点击确定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创建 补助工具 创建一点透视 那么在一点透视之前 我们先把地平线给弄出来 选择 选择这个Valancing Point 然后点一下 我们把它移动到这里 以这个中心点为消失点 我们来画一下一个一点透视的场景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Perspective 这里就是透视的意思 我们点一下透视 然后打开这个网 网格 旁边这个叫网格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它出现了地平线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地平线的位置 把它调正一点 这两个点就是调整它的地平线的位置 两个点都可以控制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一条一条的间隙 我们可以这样调移动这一点 间隙就会越小 这样就会越大 我们可以稍微调成这样子 调成这样子 现在透视点重生的尺寸我们已经构建好 我们现在来构建一下 纵向的 然后我们选择 线 然后在中间点一下 把这点往下拖一点 把这点往下拖一点 放到它中间 大概这样子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网格打开 第二个网格打开 然后点击一下旁边这一个 就会出现重线的 弄完我们就可以来画一下 先创建一个图层 我们现在发现它只能画树的还有重生的 然后人线它是画不了的 除了这个中间地平线的位置 但是它可以画 其他地方它是画不了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创建一个横向的标识 点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点开网格 再点开旁边这一个 显示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格子了 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可以画了 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可以画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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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现在画完了一点透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连点透视要怎么制作 我们可以重新来一遍 就是一点透视 这是一点透视 全部上掉 那这层呢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先新建一个辅助图层 已经确定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 我要定这个 我们先可以定一下 它的 地平线 地平线 好 这个位置 我们定往水平方向的线 现在定一下垂直方向的线 我们都是以这个为中心 然后再定它的地平线 消失点 选择vernancing point 等一下 这消失点一个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画布缩小一点 看一下 然后 我们再创建一个消失点 我们现在就得到两个消失点 那么这个就是连点透视 我们把这边的开 然后把网格也给打开 我们看到这个地平线已经歪了 我们可以再调整 这边这一个 这边这个我们同样也把这两个给勾选上 然后再把这两个的 缓格还有这一个给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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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像的我们也要打开 OK 我们现在可以画两点透视了 新建一个图层 那选择一个比 OK 我们现在就画完了两点透视 OK 那么这一期内容就到此结束 那么下一期我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三点透视还有鱼眼镜头的绘制 如果大家没有下载这个软件的话 赶紧先下载来试一下 OK 我是JH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转发收藏 那么下一期见 拜拜